准备 才半个月就发生四起 我们高龄市从来没出过这么大乱子 如果还不赶快抓住凶手 包括我这个局长 我们全部辞职 报告局长 什么事 刚发生第五起 刑侦部的两个警察目击了现场 现在进行紧急处理 被杀的人都跟扑克牌组织有关 为什么 扑克牌组织内部 有非常严格的控管制度 组织内部的成员都必须被植入芯片 这个芯片能够达到定位和控管效果 所以只要看有没有芯片 就可以断定是不是成员 那为什么他们要杀自己人 估计是在做内部清理吧 内部清理 扑克牌组织有过这样的先例 一旦组织内部高层发现叛变 或者是内部有重大疏漏的话 他们就会秉着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的原则 将所有相关人员全部杀死 上次发生这样的清理事件 就是因为有高层叛变的情况出现 那这一次呢 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跟邱子明有关 判断是有关的 邱子明犯下的罪行 对高龄是大事 对不可派组织而言 只是死了几个小明星而已 他们何必派遣一位级别最高的 黑桃AI清理 我们现在知道什么 一 到河村有个诡异的实验室 二 傅晓静疑似于组织内部有矛盾 在实验室被邱子明杀死 三 邱子明为了灭口 开始杀害女团成员 但是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信息了 照我方的判断 我认为 让他们先自相残杀 对我方比较有人 可是在他们清理的过程中 已经有三个无辜的市民死了 三个无辜的市民 不是什么重大的损伤 那些都是人命啊 如果这些人存活 会损害多少人命 你知道吗 好了 不要吵了 各位同然 这里是高龄市 我们什么时候 保卫高龄市的警察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卫 每一位高龄市市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现在下命令 立刻代曝黑桃A 是 你们抓得到黑桃A吗 难道你要让这么一个杀人魔 安然无恙地离开高龄 局长 以你们的实力 能够抓到 两个扑克牌组织的成员 就算是非常杰出的成就了 我最近回不了家 你好好照顾自己和早安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啊 半小时前吧 你 你有我家钥匙啊 我进你家门需要钥匙吗 联系上你哥了吗 没有啊 找我什么事儿 我知道邱子明是怎么死的了 怎么死的 凶手假冒御警进入监狱 然后直接杀掉他 不不不不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警服怎么来的 自己做的 手枪呢 自己带的 狱警怎么进去的 狱警也是假的 早在事发之前 三名狱警 就已经在家中死亡了 他们连警察也敢杀 我不也被杀了吗 扑克牌组织 按照花色分四个部门 黑桃组专私暗杀 他们上到总统 下到平民 没什么人是不敢动的 所以杀几个警察 没什么可奇怪的 这还有王法吗 需要我更正一下吗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就是王法 照你这么说 他们都统治世界了 还杀人干嘛 宣扬自己的理想 排除异己 是每个社会集团的本能 他们也不例外 那他们的理想是什么 你知道精英主义吗 知道 这是一种对社会的理念 这个理念认为精英 不管是思想 才智 还是先天条件 都远远超出了平民水平 所以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民众的事情 带领世界 走向光明的未来 回答正确 那你的意思是 他们都是一帮精英主义信徒 想用这个理念来统治世界 还不够准确 他们在力求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并将其称为推理笔记计划 你怎么了 一上午无精打采的 是不是爱迪生人欺负你了 跟他没关系 是我的问题 有你哥的线索了吗 是什么 这视频爱迪生给我看过 我记得当时他是说什么 又一个组织成员从屋顶上跳楼自杀了 肯定不是自杀 是被人害了掉下来 警方不是都检查过了吗 没有什么踏杀痕迹啊 死者坠落的地方 是惠星路的中心大厦吧 你查一下中心大厦的照片 你看 如果他真的是从楼顶上掉下来的 碰到这里 应该会被结成两段 那他是从十一楼以下掉下来的 中心大厦的五层以下是商城楼 五层以上是写字楼 昨天不是周末 如果有人闯入 甚至引起斗殴的话 肯定会有人注意到的 怎么了 实测 可能是一个储物公司吧 平时是不会有人的 容貌储物公司 这不就是林孝他们家的公司吗 不行 我还没说让你帮我什么呢 只要你开口 通通都不行 这么绝 每个男人 都应该有他自己的原则 而我的原则 就是拒绝你 注意 麻烦一下吧 其实卡卡她去那也是为了破案嘛 就几分钟的事情 不会耽误太久的 那里平时都放着 我家储存的东西 要进去也不是我可以 既然早安替你拜托我 完全拒绝 好像不太像话了 我可以给你把钥匙 但我会藏在一个 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地方 如果在日落之前 你能找到它 就让你进去 好 好 不准跟我来啊 不要偷看 我藏好了 你可以去啦 什么味道 没有什么提示吗 你那么厉害 需要什么提示啊 好 我找找看 早安 你在这儿等我 等一下我跟你发信息 好 我估计它 明天日落前都找不到 是这味道没错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刚刚有没有一个大学生 来过这里 好像是来过一个大学生 他做了什么 您还记得吗 他刚才在公仔那边 晃了一圈 很快就离开了 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啊 进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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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 不如这样吧 我们去看电影 你觉得怎么样 最近都是烂片 那 我请你吃冰激凌 我 我姐飞 那 那去游乐园呢 那 短信 我拿到钥匙了 打算直接去到公司 你帮我拖延一下林肖 我们去看电影吧 看电影 可你刚刚不是还说 那个 我刚刚看到一个推荐的电影 特别好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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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去看电影 我可以了 你会将这个工具 看到了 你会把产品 钥匙 你会不知 开门 电影 你会把产品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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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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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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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 最好还是不要 为什么 艾迪生没有跟你说过吗 这个时候你差一点 他好像尤其讨厌ICAA来自的情人 一会儿打给你 喂 再吃吗 我们收到一个报警电话 说楼上十楼的容貌储物公司 有个员工 被之前新闻上报道过的学生侦探 给杀死了 什么 不可能啊 我们也觉得学生杀人不太可能 说不定是有人报假案啊 没关系 我们人都来了 我们上去看看 这里肯定会发现我的痕迹 我刚刚来过 你刚刚来这儿做什么呀 他说不定是来调查什么 一个学生 调查 破案 我该说你们太小题大做 还是 高龄式的破案率 居然要仰仗一个学生 我只是偶尔帮点小忙 那些媒体喜欢瞎炒作 那 就希望 别再搞出更大的新闻了 报告 有发现 是 如是 有徒 就 你 知道什么 吗 我 谢谢你 我无话可说 卡卡是不可能犯罪的 她这么长时间以来 都在协助警方破案 抓住邱子明也有很大的功劳 她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她一定找到什么线索 才会到这里 卡卡 你发现什么就说出来啊 身为一个学生 没事 算发现常跑来跑去 做什么 再说如果真的有什么线索 为什么不报警啊 何况 她的哥哥 米洁 为了躲避审查潜逃在外 至今下落不明 上面 已经在怀疑她了 只是考虑你们之前的功劳 不方便说 现在你们告诉我 这些个功劳 都是一个学生完成的 非警务人员参与办案 刑图泄密 光屏重要 我就足以让你们的小队 退出一线 全面进行审查 你看看她不是凶手 现在证据确凿 你怎么能说她不是凶手 她不可能杀人 小姑娘 办案不是过家家 证据呢 我现在没有 但我一定会找到的 我等你 靠起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在外甲 在外甲 你自己去 就你如果 好 我还是怎么 你以为他 好 你心虑 我相信卡卡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但是她说十楼已经完全被封锁住了 现在根本没办法上去找证据 要是能把警察引开就好了 引开 是这样子的 我刚遇到一个小偷 然后他鬼鬼祟祟的 小偷 在哪儿 对对对 楼上 然后上面有很多贵重物品什么的 如果万一被拿走就不好了 你能不能帮我上去看看 可是 曹哥 那边真的有很多贵重物品 你赶紧过去 我是正儿老板 我来帮你处理 哦 好 他在最顶层 警察之数 拜托你了 我给了确实 我帮你 我帮你 谢谢大家